Now let's come to the story Too high a price 我们发现了47课的标题呢 叫做Too high a price 先来看看标题吧 大家一定见到了啊 在to这个副词修饰形容词high 它们的后面呢 才是不定贯词 以及名词price 好了我们说有一些副词呢 它的修饰关系就是这样的 是副词首先修饰形容词 然后合在一起 再来修饰不定贯词和中心的名词 好你比方说 如此漂亮的一个女孩 叫做so pretty a girl 而你不能说成a so pretty girl 接下来我们说 多好的一天呢 叫做how nice a day 你也不能说成a how nice day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还有一种 比较特殊的修饰关系了 就是说 首先呢 它要置于不定贯词之前 那么接下来的不定贯词 形容词和中心名词 这个顺序是正常顺序 那你比方说such such a kind person 那么such在这里面呢 要提于不定贯词之前 我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 不能说成a such kind person 要说such a kind person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么热的一天 可以说quite a hot day 多聪明的一个男孩 我们可以说what a clever boy 这么大的一个帽子 47个的标题 作者想是给所有的读者呢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代价太高了 嗯 我们知道啊 以问句呢 的形式来做标题 或者是以问句的形式呢 来行文 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力 我们都特别急于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代价太高了呢 pollution 第一段 一上来的第一个单词 我们就见到了 污染 所以这篇文章呢 是在讨论有关污染的问题 pollution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an overpopulated overindustrialized planet 作者一上来告诉我们说 污染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人口过命 过度工业化发展的星球 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OK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price 是代价的意思 那么pay the price for 叫做为什么而付出了代价 好 我们给大家两个例子 你比方说 肺结核就是 它为了吸烟而付出的 惨重的代价 由于过分吸烟 它得了这个肺结核病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结核病呢 叫做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is the heavy price he paid for smoking a lot tuberculosis is the heavy price he paid for smoking a lot 结核病呢 就是由于吸烟过多 而付出的惨重的代价 OK one more example 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为了这场所谓的胜利 付出了惨重伤亡的代价 OK 我们可以说 too many caractes are the great price paid for the so-called success too many caractes are the great price paid for the so-called success OK 回到我们的课文 作者一上来呢 以及其沉重的课文 告诉我们说 环境污染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人口过密 然后呢 过度工业化发展的星球 所付出的惨重的代价 后面作者说 when you come to think about it there are only four ways you can deal with rubbish 作者说 当你开始思考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们呢 只有四种办法 来处理垃圾 好 不管这四个办法 是什么 现在请大家看一看 come to do something it means to begin to do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 开始做什么事情了 你比方说 我开始仔细的思考未来 come to think about future 那么变得 开始喜欢什么东西了 还可以说 come to like it come to like it 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开始喜欢上这个东西了 好 接下来呢 我说 这个朋友们 如果写十个report的时候 建议参考一下 下面这个句子 you've come to me alot me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对我来说 已经非常重要了 实际上就是说 I love you so much Right OK Once again come to think about future come to like it if come to me alot me 或者说 当我们开始思考 关于污染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只有四种办法 来对付垃圾 OK 那么在冒号之后呢 我们见到了 这个 four ways 我们见到了 four ways 它的四个同位 dump it burn it turn it 包括最后的 attempt to 那么这四个 结构呢 都是并列的 他们做了 four ways的同位 这四种方式 分别是 dump it 就是说 要倾倒垃圾 要把垃圾都扔了 burn it 焚烧垃圾 turn it into something you can use again 把它转换成 你可以今后继续使用的 那就是说 再利用垃圾 以及呢 attempt to produce less of it 或者说 试图呢 要少生产 和减少一些垃圾 那我们只有这四种办法 we keep trying all four methods but the sheer volume of rubbish we produce worldwide threatens to overwhelm us 好 接下来这个句子呢 是我们刚才在讲 例句的时候 处理过的 是不是 作者说 我们一直在 不断地尝试 这四种方式 可是呢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所生产出来的 这种垃圾的总量 几乎快要把 我们都淹没了 好了 我们知道 shear在这里面呢 放在了 volume的前面 实际上是来想 强势一下 这个垃圾的总量 是多么的惊人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volume volume作为名词呢 是体积 容积 和音量的意思 体积 容积 和音量的意思 你比方说 traffic volume 那就是说 交通容量 trade volume 则是指贸易容量 a novel in three volumes 则是指一本 三卷册小说 OK once again volume traffic volume trade volume unnovel in three volumes OK so much for the first passage 第一个呢 到这里结束了 不过呢 作者给我们 引发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全世界范围的 垃圾的总量太多了 几乎要把我们淹没了 那么这些垃圾都是什么呢 人有没有办法对付它们呢 接下来作者就要一一陈述了 rabbish however is only part of the problem of polluting of planet 嗯 作者在第二段那一开头 告诉我们说 可是你知道吗 垃圾不过就是 污染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生活空间 我们的这个星球 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或者说 它是造成我们这个星球 环境污染的 其中一小部分原因而已 那么言外之意呢 恐怕能够污染 我们这个生存空间和环境的呢 远不止于此 the need to produce ever increasing quantities of cheap food leads to a different kind of pollution 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 由于这种需求 在need后面出现的动词不定时 是它的后制定语 哪一种需求呢 那就是说 生产 四面上是这个produce 是生产啊 ever increasing呢 是不断增长的这个数量上 counted是数量 那么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数量上的增长 对什么的增长呢 of cheap food 那就是说 对廉价食品和廉价食物的 持续增长的需要 导致了另外一种 截然不同方式的污染 好 首先请大家来看看这个 ever increasing 是持续不断增长的意思 ever是一个持续的 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我们说 幸福绵长的婚姻 叫做everlasting 长青的树木呢 长青的evergreen 那么四季开花的 叫做ever blooming I bloom 是开花的意思在这里面 ever increasing everlasting evergreen ever blooming 显然作者告诉我们说 由于人们呢 对廉价食品的持续 不断的增长 的这种需求呢 导致了另外一种污染的出现 哦 是什么呢 industrialized farming masters produce cheap meat products 作者告诉我们说 工业化的农作业方式呢 为我们带来了廉价的肉类食品 你比方说beef pork and chicken 像牛肉啊 猪肉以及鸡肉 啊 这个industrialized farming masters 是指啊 工业化的这个畜牧业方式 哎 这个连畜牧业都已经变得工业化了 所以给我们带来了 更为廉价的肉类食品 the use of pesticides and fertilizers produce cheap grain and vegetables 接下来自然又说 像杀虫鸡 以及这个化肥的大量使用呢 又为我们带来了 极其廉价的骨类食品 以及蔬菜 天呐 我们都知道这个杀虫剂的使用 是不好的 包括化肥在内 对不对 the price would pay for cheap food maybe already too high 可是 我们为了获得这些廉价的食品 所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高了 嗯 我们都付出了哪些代价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Mecca disease OBSE 那么人呢 就是为了获得这些廉价的食品 而付出了下面的这种惨症的代价 你比方说 Mecca disease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popular了 意思是 风牛病 Right Mecca disease 不过库虎里面 in the brackets BSE 库虎里面的BSE呢 应该说是它的一个学名了 B stands for bow wine 我们在讲第九课 讲到猫 飞猫的时候 讲过这个词 Bow wine是牛的 Spongiform 意思是海绵状的 Spongy 是海绵的 Four我们是这个形状形式 Encephalitis 是指大脑炎和脑膜炎 Bow wine Spongiform Encephalitis 那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牛的大脑 这种海绵状组织 感染的这种 大脑炎 脑膜炎 我们就俗称之 风牛病 那么接下来 作者又说了 Salmonella in chicken and eggs 像鸡肉 以及鸡蛋 它们所携带的 沙门氏菌 Lisderia in dairy products 以及呢 在 这个乳制品当中 所携带的这个 List感菌 那么这两种菌呢 都是导致人的消化系统 肠外系统 这个不舒服 容易生疾病的 主要的这种细菌 And if you think you abandon meat and become a vegetarian you will have the choice of very expensive organically grown vegetables or a steady diet of pesticides every time you think you are eating fresh salads and vegetables or just having an innocent glass of water 接下来 作者呢 又有极其严重的口吻 再次的提醒 我们说 如果你觉得 你能够放弃肉类食品 而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可是你知道吗 你将只能面临着 价格极其昂贵的 有机蔬菜 以及呢 你每天 每一次 你还会吃到一些杀虫剂 那么什么时候 你会吃到杀虫剂呢 当你觉得你正在品尝 新鲜的沙拉 和新鲜的蔬菜的时候 或者只是喝一杯 你认为 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水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已经在天天 常常的 在吃进这个杀虫剂 哇 我们感觉 we have no choice the only choice is to die 我们感觉 我们已经没有别无选择了 唯一的最后的出路就是 to die 干脆就不要生存才好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长期当中 我们见到了一个steady diet 字面上说 这个steady diet diet是这个食谱的意思 你每天呢 都有一个固定的食谱 其实它是告诉你说 你总是要吃尽一些什么东西 好 我们来看看steady 作为稳定这个含义 你比方说 啊 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a steady job a steady income 是一份稳定的收入 嗯 a steady boyfriend 则是指你固定的男朋友 a steady rain 则是指平稳的降雨量 a steady decline 是持续下降 当然持续上升 就可以说a steady increase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 steady stream of visitors 则是指始终不断的参观者 stream是游客如潮的意思 ok once again a steady diet a steady job a steady income a steady boyfriend a steady rain a steady decline a steady increase a steady stream of visitors ok 好了 赶快回到我们的课文啊 那么在这个长句当中 作者说了 你唯一的选择恐怕就是 价格十分昂贵的有机类蔬菜 或者呢 你会常常的还会要吃尽一些 这个杀虫剂 那么every time 我们在前面曾经总结过 这个时间短语呢 是被当成廉词来使用的啊 every time you think 每一次当你觉得 这个没有污染的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你都是在 不断地吃进杀虫剂 ok 好了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吧 what was talked about in the second passage 那么第二段 谈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显然作者给我们讲了 其中一种比较严重的 威胁我们平常身体健康的一种污染形式 那就是说食品的污染 right 那么第三段作者又要讲 哪一种污染呢 however there is an even more insidious kind of pollution that particularly affects urban areas and invades of daily lives and that is noise 第三段的第一句话的结尾 告诉我们了 这种非常严重的污染 就是噪音啊 嗯 作者是怎么来描述 噪音这种污染呢 首先他用了一个 大大的however提醒我们 要把注意力呢 从食品污染 转移到后面 there is an even more insidious kind of pollution 恐怕有一种 更为隐蔽有害的污染 哦 这种污染怎么样呢 particularly affects urban areas 那么这种污染 尤其的会影响 城市的生活 城市地区 而且还会怎么样呢 in ways of daily lives 会严重的干扰和侵害 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么这种污染是什么呢 and that is noise 那就是噪音啊 好我们来看看invade 作者在这里面 显然是用invade 这个词比较夸张的 来表达这个干扰的意思了 其实invade 是侵略和侵扰的意思 这个词比较大一点 你比方说啊 希特勒呢 是在1939年入侵波兰 Hitler invaded Poland in 1939 OK 那么先来再给大家一个句子 你比方说 当我们正吵架的时候呢 两个意料之外的客人 突然造访 哎呀 实在是太尴尬了 right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 怎么说 to unexpected guests invaded a family when we had a quarrel 显然作者呢 觉得非常的尴尬 于是他用了invade 这么样一个非常严重的 字眼来形容这两个人 突然的造访 简直就是侵略我们的家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干扰思路 还可以说invade one thought invade one thought OK once again invade Hitler invaded Poland in 1939 to unexpected guests invaded a family when we had a quarrel invade one thought OK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噪音 都是什么样形式的噪音呢 Burgler alarms going off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night serve only to annoy passes by and actually assist Burgler's deburge 作者用这个非常一气呵成的这种口吻说 像是这种报警器 它就会在 无论是白天和黑夜 随时随地它都会响起来 而它的作用呢 只是用来骚扰了过路的行人 而实际上呢 有助于 歹徒入室行窃 Burgler alarms 指的就是 报警器和报警装置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go off go off 含义特别的多 it's very meaningful 这个短语意思特别的多 你比方我们说这个炸弹爆炸了 我们可以说the bomb went off the bomb went off 那么我们说闹钟呢 在六点钟响了 还可以说 the alarm clock went off at 6 the alarm clock went off at 6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给大家一个句子 你来看看什么意思啊 suddenly all the lights went off 突然所有的灯一下子怎么样 全都灭了 原来灯灭了 也可以说 went off one more example the concert just went off 说这个音乐会刚刚怎么样啊 started 这个went off是刚开始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说 做了手术之后 我们说 the operation went off well 意思就是说手术呢 相当成功 go off还有成功的意思 ok the last one we went off parking because it is too crowded 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北京 因为它实在是太容疾了 好 我们见到了这个went off 是离开的意思 ok once again go off the bomb went off the alarm clock went off at 6 suddenly other lights went off the concert just went off the operation went off well we went off we went off parking because it is too crowded 在接下来的这个句子部分呢 我们又见到了一个serve only to do something 它的意思只是说 什么什么事情只是用来怎么怎么样 在only to do 我们说过了 在only后面的这个动词不定式呢 往往是指坏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 哈利比方说 你说的话只能是惹她掉眼泪 就叫做 what you have said serve only to reduce her to tears what you have said serve only to reduce her to tears 你说的话只能是惹她掉眼泪啊 作者以低齐的犀利口吻 批判了报警器和报警装置这样的东西啊 不分白天不分黑夜的随时都会响起 只是骚扰了过路的行人 却更有助于歹徒入室行器 接下来作者又说了 car alarms constantly scream at us in the street and a source of profound irritation 接下来作者呢 又注意到了啊 这个大街小巷呢 到处都有的那个car alarms 就是汽车的报警器 报警装置啊 它会不停的向我们鸣叫 是我们十分烦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接下来的作者又提了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a recent survey of the effects of noise revealed surprisingly the ducks barking incessantly in the night readed the highest form of noise pollution on a scale ranging from one to seven 接下来作者提了第三个有关噪音的污染情况 那就是说最近呢 一项关于噪音的污染后果的调查 括弧里问我们说是不是有点让你惊讶呢 那就是说小狗的狗吠声啊 那么在夜晚时分 狗的连续不断的 这个狗吠声 竟然是位居榜首啊 read the highest form of noise pollution啊 竟然是位于所有的噪音污染源之榜首 接下来呢有一个机编短语 那么是做了这个pollution它的一个后置定语 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污染源呢 那就是说按照从一到七的这样一个等级来划分的话 那么它就位于所有的噪音污染源的榜首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看这个rate ok rate作为动词是指啊把什么化为什么什么等级 或者是认为什么东西怎么样 他做名词是等级的意思 做动词是认为和划分为什么什么等级 ok for example 我们说迈克尔乔丹被认为是世界头一号的运动员 世界最棒的运动员 那怎么说呢 Michael Jordan is really the world's number one athlete athlet是运动员的意思 他被认为是世界头号运动员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答一个句子 你比方说 父亲们在孩子的心目当中都有着很崇高的位置 fathers are ready to hide in their children's heart fathers are ready to hide in their children's heart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家宾馆呢 是四星级的 the hotel is ready to four stars the hotel is ready to four stars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见到的一个range from 在这个on的机编短缘里面 说按照从一到七 这样的七个等级来划分 ok我们来说说range from what to what 意思是在什么什么的范围内变化 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两个比较长一点的例句 你比方说美国报纸刊登的范围就很广 既有犯罪信传言等耸人听闻的消息 也有新闻针对世界大师分析的严肃文章 American newspapers range from the sensational which feature crime, sex, and gossip to the series which focus on factual news and analysis of world events 那么在这个长距的表达当中 我们见到了一个标识性的结构 就是这个range from 那么这个to你找到了吗 在下面这一行的那个to的CRSK 美国的这个报纸范围 它的这个刊登的新闻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 从什么到什么 有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sensational sensational总的来说就是指送人听闻的一些消息 道号之后是他的一个废线念念语从句 那么这些所人听闻的消息都是什么呢 主要以什么什么为主 就是这个feature 以什么为主 就是crime 像犯罪啦 sex, sin, and gossip 就是一种流言蜚语的传言等等 接下来我们见到了一个to the series the series在这里面就当成是一个集合的名词 来使用了严肃性的文章 接下来道号之后是which引导的 废线念念语从句来修饰这个the series 那么这些所谓的严肃文章都是以什么为内容的呢 factual news 就是一些非常事实性的一些新闻 以及呢 关于世界大事的分析报道 这样的严肃性文章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场景啊 下面的这段话呢 是对商人的一段评价 他说商人既有在偏僻之处为讨一个温饱 而收取破烂的小人物 也有一些大的经营者 此种人只在那些小商货之间 买出与卖进 形形色色而不等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场景啊 Dealers range from the little man and the backstreet who earns his bread and butter sending junk for a few pens to the real runners who buys and sells only between dealers 好我们回过头来 再重新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Dealers是指商人商贩 Dealer这个词无论是小商贩 小到这个收破烂的人 他也叫做dealer 小到一个做果玩生意的大商人 也叫做dealer 这个词是可大可小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见到了 它的位语部分呢 是由标识性的结构 range from to 这个结构来完成的 那么首先从哪到哪呢 我们见到那个 the little man 小人物啊 the little man in the backstreet in the backstreet可不是指在后街 它是指在偏僻的地方 那么这种人呢 在偏僻的地方 earth has bread and butter bread and butter 是指为了温饱 免钱糊口的活计 他卖什么呢 sitting junk for a few pens 为了几个小钱 讨个温饱 而收取破烂的小人物 小商人 那么到真正的 real runners 这个所谓的runners 在这里面就是dealers的意思 那么这种大商人呢 buys and sells 买与卖 only between dealers 他只在那些小商贩之间 卖出与买进 形形色色而不等 OK Once again American newspapers range from the sensational which feature crime sex and the gossip to the series which focus on factual news and analysis of world events Dealers range from the little man in the backstreet who earns his bread and butter s sitting junk for a few pens to the real runners who buys and sells only between dealers OK Now let's come back to the story 好 赶快回到我们的课完 来继续看了啊 The survey revealed an large number of sources for noise that we really dislike 除去狗的狗吠声啊 占了这个 所有的噪音污染源的 位居榜首以外呢 作者还说了 这项调查 还给我们揭示了 大量的 我们都非常不喜欢的 一些噪音污染源 你比方说 Lawne mowers whining on summer stay 在夏日呢 草坪割草机 发出的那种呜呜声 这个whining 就是一种低沉的 哀嚎声 Lay night parties in apartment blocks 深夜呢 在公寓的楼里面 有的人搞的那个派对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非常的讨厌啊 在公寓楼里面 竟然有的人 在深夜时分 还会大声的 嘻笑着 搞一些party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深夜呢 叫做late night 夜深人静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形容词 用来修饰这个夜晚时分 能产生什么样的 表达效果呢 你比方说 high summer high summer 并不是指高高的夏天 它是指中夏啊 盛夏 最热的时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deep spring deep spring spring给人的感觉 就是十分美好的啊 春天来了嘛 那么deep spring 就是指啊 春意盎然时 春意正浓时 那么green winter 我们已经见过了 意思就是暖冬 你看 这些形容词 和这些表示季节啊 以及这个白天和夜晚时分 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产生了 不可思议的效果 好 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吧 late night high summer deep spring green winter 好了 作者接下来又给我们 数了一大串的噪音污染源 接下来还有什么 noisy neighbors noisy neighbors 是指啊 吵闹不休的那些邻居 你比如说我们隔壁的老太太 天天晚上都会打麻将 这是noisy neighbors vehicles of all all kinds 还有呢 各式各样的那些交通工具 当然是指汽车了 接下来 especially large container tacks sundering through quiet villages planes and helicopters flying overhead large radios carried around in public places and played at maximum volume 接下来作者又是用这种 一起喝成的这种口吻啊 一口气的举了一连串的东西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当中 作者说了特别是那种 大型的集装箱卡车 在宁静的村子里面呢 呼啸的行驶 大家来看它用什么词来形容 这个呼啸的感觉 sundering 天啊 简直就是打雷的那种方式 呼隆呼隆的啊 在安静的村子里面行驶 接下来又说planes and helicopters flying overhead 那么呢 以及高飞于我们头顶之上的飞机啊 以及直升飞机 它的那种轰鸣和吵闹声 large radios large radios 并不是指那种大的录音机 应该是指大功率的那种大录音机 它被带到了公共场所 并且呢 以最大的音量去播放 凡此种种噪音污染源 都是我们所不喜欢的 ok 那么接下来作者仍然不依不饶的说 new technology has also mad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noise 接下来作者呢 以非常讽刺的态度说 啊 你知道吗 新的科学技术 也为制造噪音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呢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来翻 那就是说 现代的科学技术 对制造噪音 它也是有份的 也是难辞其旧的 哦 我们来看看 现代的新技术都有什么 而导致到新的噪音的出现呢 a lot of people object to mobile phones especially when they're used in public places like restaurants or public transport 许多人都特别反对 手机的使用 这个object是反对 不赞成的意思 特别是当 这个接下来的they 应该还是指这个mobile phones 当这个手机移动电话呢 在公共场合 诸如饭店呢 或者在公共的交通工具上 使用的时候 往往呢 是十分令人烦躁的 这是大家所不喜欢和不推崇的 laught conversations the mobile phones invite of thoughts or interrupt the player of meeting friends for quiet chat 接下来作者说 你呢 拿着你的大哥大手机电话呢 高声的谈话 往往呢 会打断 我们的思绪 或者呢 是严重地干扰了 你和朋友之间 一个非常宁静 安静的一个闲谈 这样会破坏 我们的这个聊天 除了这些噪音污染源之外呢 作者还告诉我们说 这次的噪音污染源调查呢 还揭示了一个相对来说 令人惊讶 甚至是让人觉得 有一点点可笑的 一种非常老式的 这么一种噪音污染源 那是什么呢 it turned out to be snoring 天啊 竟然是什么 打憨 men were found to be the worst offenders 原来男士被认为 是打憨的罪魁祸首啊 it was revealed the 20% of men in their mid-30s snow 那么这项调查 揭示的结果是这样的啊 大约有20%的男士 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呢 会打憨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30多岁 文章用了一个 in one mid-30s 是指 某个人的35岁左右 OK 那么我们说 in one's 30s 是指30多岁 那么in one's early 30s 则是指30刚出头 in one's late 30s 是30好几的意思了 OK once again in one's mid 30s in one's 30s in one's early 30s in one's late 30s 天哪 原来连打憨都被认为是噪音 this figure rises to a staggering 60% of men in their 60s 好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数字呢 rise to是上升的意思啊 说这个调查显示的数字呢 会上升到一个60%的惊人的程度啊 主要指的就是男士 在他们60岁的时候 好了 这句话我们是按照字面的顺序来翻译的 那么完整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啊 调查的数据显示 当男士呢 在他们60岁的时候 就会上升到有60%左右的男士 竟然会打憨呢 好作者呢 怕我们对这个60%没有一个概念 他故意用了一个形容词 是diagrin来修饰它 因此是达到了 竟然惊人的达到了60%左右的男士 都会打憨呢 天哪 好 接下来作者又说 against these figures it was found that only 5% of women snore regularly 接下来呢 作者说 与这些数字呢 相比较 这个against these figures means in comparison with these figures 意思就是说 和刚才的那些数据呢 相比较而言 怎么怎么样 好我们给大家一个句子 你比方说 与97%白人居民相比 只有3%的黑人是注册的选民 only 3% of blacks were registered voters against 97% of the white residents only 3% of blacks were registered voters 只有3%的黑人 或者说黑人当中只有3% 他们是注册的选民 而与什么什么相比呢 用了一个against ok 那么与97%的白人居民相比呢 他们是不是有选举权的人 太少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句子 你比方说 他以20票对10票的多数而当选 he was elected by a majority of 20 votes against 10 与这些数字相比 这个调查呢 还揭示了一点 那就是说 大约只有5%的女士呢 会经常信的答案 while the rest are constantly woken or kept awake by their trumpeting partners 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 while the rest是指啊 而其余95%的女性呢 会常常被他们 像吹小号一样的同伴 其实是指他们的丈夫啊 被他们的丈夫呢 吵得睡不着觉 或者干脆就给吵醒了 whatever the source of noise one thing is certain silence it seems has become a good memory 作者最后结尾的时候呢 以及其感慨的这种口吻说到 无论噪音的污染源 它是什么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似乎安静宁静 对我们来说 已经成为一个金色的记忆了 或者是一个宝贵的记忆了 天啊 原来安静和宁静 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留念了 对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